发挥的重要作用 大都是以写信和在邮局排长队打电话 而今天随着这几年新疆基础设施的改善 电信产业飞速发展 给家人打个电话也不再是难事 更令人吃惊的是 就连北京 上海 广州等大城市热门的打可是电话 网上发email 贺卡在这里也是业务繁忙 从12点以后你就开始多 正利用地这几天抓紧时间 参加各种计算机技术的培训班 人们在这里获取信息技术的同时 几个朋友在网上娱乐也别有情趣 以前过春节 还是经常是朋友聚在一起 吃饭呀 出去玩呀 还有有的时候也打一打麻将 或者打一打牌 反正很多时间都在 都荒废掉了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 市民们却欣喜地看到了蓝蓝的天 石嘴山是宁夏能源基地 煤炭和电力企业每年要产生大量的空气污染物 最坏时空气质量达到五级 从1998年开始 石嘴山市先后投入5000多万元 用于增加维修除尘设备 调整燃料结构 同时对部分污染严重的企业 坚决实施整改甚至关闭 目前已有95%的污染源得到了治理 空气质量达到了三级 这是中央台综合报道的 2月9号以反应快著称的太原市警方 破获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 并在20分钟内抓获犯罪嫌疑人 2月9号晚上23点30分 太原市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电话 位于青年路的一家中国联通手机专营店 遭到歹徒抢劫 正在室内执行巡逻任务的快速反应小分队 接到指挥中心指令 两分钟内赶到案发现场 看到商店内下业老人已被打成昏迷 倒在雪坡中 歹徒已逃之夭夭 根据现场勘察 市指挥中心立即做出部署 增派警力 在歹徒可能逃离的主要路口 设卡堵截 并展开搜捕 23点45分 正在宾州路口执行堵截任务的干警 在一辆出租车内 将正于逃窜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抓获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支持中央台和太原 由国际医民